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音乐读书会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当我知道它在台湾出版的时候 都已经很想很想买了 一直在香港找不到 最后在北角的心记图书找到 就是这本叫做 《村上私藏 怀旧美好的古典乐唱片》 它的作者就是大家熟悉的《村上春雪》 亦是我为什么这么想看的一本书 众所周知,村上春雪都是一个音乐迷 对古典音乐也很熟悉 经常在它的作品里面 都有提及到甚至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这本书就是从它的《海量唱片珍藏》里面 选择了有486张唱片 写了100篇文章 基本上每一篇都是介绍一套曲目 就是说每一套曲目 它大概有4-5张唱片 不同的版本去介绍 而且这些唱片的真是争才 因为都是非常古旧的黑胶唱片 可能有些是单声度录音的年代 可想言之,这些唱片都不是坊间 你想找到的很厉害的唱片 在这100篇文章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少少村上春雪的听幕的习惯 非常广阔 因为除了一些很热门的古典曲目 譬如是齐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 又或者是万得以众的小铃琴协奏曲之外 也有些相对比较冷漫 譬如是歌劇与了比赛 但不是他的卡姆 而是他的彩珠姐 又或者是Villiams的塔利斯的主题幻想曲 等等,看到他真的有很多原话 我真的什么都听 不要忘记他只不过是说少少 他里面有说到他收藏过万张唱片 听的习惯和经验非常丰富 肯定比我听得更多 另一样吸引我的地方 当然是他的文字 村上春树也是一个大的文学家 他的文字真的非常具可读性 一会我读他那边聚 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 而他介绍的唱片的文字 也有很多独特精闢的见解 他不是一味赚这个我收藏的一定是好东西 他不是的,他真的有理有据地说 有时候他可能会说 这个可能因为演奏家比较年轻些 所以就比较有青春的气息 另一个那些曲目可能真的比较沉悶一点 但他也会拿出来去分享给大家认识 所以我经常都在想 如果村上春树 他有一天不再写文学 而是写乐评的话 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乐评人 为什么收藏类比录音的黑胶唱片 因为收藏黑胶唱片是我的兴趣 所以将近六十年来经常干顾唱片行 与其说是兴趣 不如说类似宿责 好歹我都是不奸之人 却对书籍没什么执着 但对于唱片要说鑑响 总觉得有点难为情 就是相当执着吧 我一直以来主要收藏的是 爵士乐黑胶唱片 但从以前就喜欢古典音乐 所以多少都会愧疚 只是喜爱程度不及爵士乐 每次逛二手唱片行 都会先大致浏览一片爵士乐专区 发现没什么吸引人的课饰时 便移步到古典音乐转区 但看到有趣的唱片便会摆 果然空手回去 总觉得颇落幕 所以我的古典音乐黑胶唱片 大底是这样愧疾得来的 我加现有的黑胶唱片 大概七成是着士 两成是古典音乐 遥远流行各佔一成 如果是CD的话 比例就不一样了 那么我都是买些什么样的 古典音乐黑胶唱片呢? 演奏家与作曲价当然是能选基准 有时是因为封套设计狠牌而买 也会纯粹基于便宜的理由扣入 但不像着事恶那样 我要完整收藏这位演奏家的作品 这般有系统有计划的购买 当时矿到看到就顺手买了 不过我对所谓的名谱没什么兴趣 因为经验告诉我 世间的评价与基准 有时缺乎常常不适合我 所以我的一贯作法是以适当价格 尽量以便宜价格 扣入那种姑且听听看 好像颇有趣的唱片 要是不喜欢就处分调 如果喜欢就留下落 比起别人的评价 我更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个人喜好为优先考量 我对于善惚、好惚的判断 有时可能有误或是不恰当 但至少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可想应该不会 所以我收藏的唱片类型相当分歧 几乎学不到什么一贯性 不过或是有基于喜好挑选就是了 好比最近发现我家 只有几张福特曼格纳的唱片 自己也觉得颇惊讶 倒也不是刻意被开福特曼格纳 只是非常自然的 没有想伸手拿来听吧 或是敬而远之呢 这样说来 托斯卡利利、卡拉扬、贝母的唱片 只有几张意义 反倒是北勤、史托科夫斯基、米卓波罗斯、鲍尔特、马克维契、佛利克塞、 年轻时的马哲尔等指挥家 我拥有不少他们的唱片 古典音乐唱片中 也有那种哭入天界的稀有款 我对这些东西没兴趣 就算没什么收藏价值 只要内容不错就行了 或是包括风套在内 样子好汗也行 但要是着事乐的话 算是小卡等级收藏家的我 就在乎是不是初版唱片、古武版、 风套折损程度、盘质状况等细致 但对于古典唱片就没什么讲究 与其托习有款 努力、翻走、放在特价箱子里的课息 可是有趣多了 我对于古典音乐唱片的风套设计 好像相当讲究 就我的经验来说 不少风套设计肯迷人的唱片 内容也莫名精彩 故乎着事乐也是如此 所以我时时 连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纯粹被老旧的唱片风套吸引而买 然后反复灵赏 怎么会把那种唱片当成宝贝在听呢 说去一般古典乐迷会对于我的行为深究惊讶 不解白 本书主要介绍的是 结果就是这种愧疾而来的唱片 重其量就是一本个人编号与兴趣的书 不具任何系统性、实用性目的 没有这张是这首曲目的必听本之类的推介意图 也没想炫耀我拥有如此珍贵的唱片 故乎我也没有这种层级的专业知识 只是从价值上偶然买来的唱片中 抽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 你们看也有这张东西 所以让大家看看而言 这些唱片几乎都是1950到1960年代中期 也就是超过半世纪之前灌录的塑胶制唇黑唱片 要说这样的书有什么助益 只能老实回答 诶,假许还真会有什么助益 但想说,一是喜欢古典音乐的人翻语 过时看到封套设计 就有一定程度的亲切感办 我有时会傻傻地坐在地板上一个小时 拿起一张张喜欢的唱片 欣赏封套,有时会闻闻味道 光是这样做就让我心情限静 因为新专辑几乎不采类比录音 所以买CD就可以了 无奈的是,就算直望CD索胶下 有没有有因子觉得幸福 相较之下,老唱片 淒缩着只有黑胶唱片才有的氛围 这氛围有缘充满香肚气息的温存 从心处逐渐治愈我的心 我未问过这个问题 黑胶唱片到底哪里好? 要我说的话 黑胶唱片的首要优点 就是只要勤于保养 音质就会变好 不厌其烦地拆洗干净 就能确实看见 故乎应该说,就能听见 音质提升 我称这是唱片的报音 至少CD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只要有空 我就会努力保养唱片 对我来说 便宜混入满布陈海的老唱片 尽量拆洗干净 可以让任何事都令人开心 第二个优点 是只要有音响设备 就能提升音质 好比换唱针头 调整唱臂 弄好绝元体 换一下机器的配置等 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操控音质 不像CD播放器 基本上买来就是黑胶子 会有亲手操控的预备 依我认为 不过 保养唱机 既费工又花钱 所以是个行有余力 才能培养的兴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只能有此觉悟 以一句话来说 黑胶唱片就是 那种只要悉心对待 就会有所回应的东西 如此人性十足的信赖关系 让我着迷 虽然唱片封套比CD大多了 很适合拿来欣赏的尺寸 也是我喜欢的一点 光是欣赏喜欢的唱片封套 就能从另一个入口 进入里头的阴滑世界 或许是我对于 这些物体的样貌过于执着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是吗 只能如此厚面皮地说服自己 毕竟人生 到头来不过就是 累積没什么意义的偏见 不过黑胶唱片的缺点 就是不够轻巧 不过早期的唱片格外的分量 需要有地方存放 我家大概有15000张唱片 不过大概这么多 没数过不太清楚 所以如何存放一时 总是会被家人抱怨 即便买了又卖 卖了又卖 但不知为何 数量还是不断增加 每次看到值得收藏的唱片 排在特价箱子里 等待有人青睐 要说不忍心吗 就算怀着帮助乌龟的 蒲倒太郎般的心情 出手买了 所以这种心态 与其说是兴趣 不如说是缩质吧 虽然基本上 本书介绍的是 累比录音的黑胶唱片 但也会破例提及CD的演奏 作为参考 总之我平常的灵赏习惯 大概是累比与CD割占一本 为什么没有布鲁克纳 为什么没有华格纳 或许会有这样质疑与不满 但本书是以我家 现有的黑胶唱片为主来书写 所以就各种意思来说 存在着个人偏好 当然也是因为碰巧找不到 富有趣味 适合介绍的老唱片 绝对没有轻名布鲁克纳 或格纳的意思 其实 还有很多想介绍的唱片 但担心再介绍下去 就会没完没了 所以暂且先这样吧 我介绍的是 是由村上春树所赞写的 村上司床 为够美好的古典乐唱片 正好 好 那么 我来一下 好 好 没完